过去一年 海南蓬勃发展 一向向重大决策落地 一个个重大项目扎根 不管是制度创新 营商环境 人才引进 还是产业布局 海南从各个方面 在提及不稳地打造 对外开放新高地 虎年大年初一 让我们通过年度热词 去回顾海南过去一年的成就 展望未来的新发展 年度热自治 了不起的海南入围理由 2021年是413讲话三周年 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发布一周年 在这一年 我们见证了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速度与激情 我们亲身参与了 海南自贸港有计划 有步骤 如火如荼的稳步推进 在锐意进取 加大 开放步伐的时候 海南已经交出了一张张 令人惊艳的阶段性打卷 听海之南 潮声涌动 看自贸港扬帆前行 祝福我们了不起的海南 从2020年底到2021年初 短短几天时间 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 深免海口关南湖免税城 三样海旅免税城 等六家离岛免税店接连开业 不到一年时间 海南离岛免税市场春水极大 从原本基因主体的一支独秀 迅速发展成为六家经营主体 十家离岛免税门店的全新布局 都说免税要出国嘛 现在海南这边就要方便一些 从2020年7月1日起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限额 从每人每年3万元 调整至10万元 商品品类也从38种增加到45种 极大刺激了消费者 买买买的购物欲 新增的邮寄送达和返导提取 让海南免税购物 在实惠的同时更加的方便 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发布 刺激着海南免税市场的蓬勃发展 如今买全球 卖全球的免税产业布局 已经在全岛各地逐步显现 海南通过采购运营 渠道拓展 数字化和市场营销 等五大维度发力 将离岛免税打造成海南旅游的金字招牌 助力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 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不久的将来 免税经济将以更多样 更有利的形式 给海南百姓生活 带来全新变化 海南自民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 从社会治理 风险防控等诸多方面 提出要创新生态文明 体制机制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 在谋划金山银山的同时 守住绿水青山 从2019年开始 海南先后制定印发了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方案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规划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 生态搬迁方案 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等一系列专项规划 创建了管理体制变形化 投地置换规范化 特业合作不计划的 国家公园新有事 核心保护区呢 我们就原则上就禁止 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 和其他无关的人员进入 一般控制区呢 我们是有条件的 开放给社会公众 游客开展森林体验 自然教育 科普宣教 来体现我们保护的成效 以及造福于民 2020年上半年 电子围栏及初功能监测系统 视力项目 在尖峰岭 霸王岭等多地进行视力 通过视频监控设备 红外传感设备 和地下排射的光纤传感器等设备 对人员 重点资产 重点动物活动实施监测 以无情的电子围栏 管住人 给野生动物们 更加自由的生存空间 这一举说 让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 管五名座 一跃进入信息化时代 也给这片雨林带来了 悄然变化 动物也叫多 还有蛇 人在里面 五分级后边 走路走路 谁也不注意 它都冒到那个草里面 你上了它已经把头担起来了 像野猪啊 山羊啊 蛇啊 狗子里 它们拍到的都不错 还有猴子啊 这些都不错 近年来 海南野生动植物数量 明显增加 小爪水塔 中华检户 桃花水母等 珍稀物种 纷纷现身 海南出台实实在在的 政策保护生态 取消12个市线 GDP好河 对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核心保护区内 白沙 东方 五指山 保停4个市线 470户 1885人 实施生态搬迁 除此之外 海南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3倍 实行全面竞速 装培式建筑面积 连续三年翻番 历史新实现 全岛生活垃圾 零填埋 PM2.5 浓度均值 下降到13微克 美丽方面 2021年一年 海南优良天数比例 百分之九十九点五 如今 海南正通过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建设 为提及布稳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 打造雄厚的绿色地板 我有很多朋友在这 他们就说这个地方呢 是处于一个起步 刚好要起飞的时候 这一次国家给海南的一些政策 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我们是想趁着这股中风 一起跟海南共同发展 回国之后 就一直在找这个工作机会 看看哪里机会会更好 就看到了海南 这边就是自贸港建设如火如荼 觉得这边新鲜血液 可能以后会很多 会更有活力 以后的发展前景会更好 所以也没多想 就直接来了 栽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413讲话之后 海南就开展了 百分人才进海南计划 通过制度创新 创业扶持 落户 安居 税收 医疗保障 子女入学 配偶就业 等70多项人才政策 栽下了 为人才提供 全方位服务保障的 梧桐树 特别是 总体方案发布之后 海南积极调整 人才引进政策 加大了人才服务保障力度 一个就是 优惠力度更大 比如我们实行 高端和紧缺人才 个人所得税 最高15%的优惠政策 对鼓励类企业实行 企业所得税 15%的优惠政策 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个就是 开放程度更高 我们以薪酬水平为主要主标 来评估人才类别 单兵认可 境外职业资格200多项 这开放程度在全国是最高的 第三个就是 服务保障更加全面 下一步我们对 引财方面的加大力度 重点要求推进 国际人才服务管理改革 聚焦重点产业重点园区的发展需要 大力实施千人专项引财工程 人才团队建设工程 创新后鸟人才 引进使用机制 精心打造人才服务单一双口 加快人力资源产业发展 为各类人才提供这种市场化的 高效便捷的服务 如今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 海南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 针对人才引进的各项政策 几乎是越越有变化 时时又提升 海南以更优惠全面的政策 更高效便捷的方式 吸引四方之财齐聚 以更开放更创新更活力的姿态 激励人才投身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之中 供与财城业有财广 开放的海南自贸港 可求各类人才 我们真诚地欢迎 国内外各类人才 加盟海南自贸港 共享海南自贸港的发展成果 直播海南编辑报道